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念头知道自己是什么念头 这有比较细的 念头还没有起啊 在心中 在头脑里边已经有这么一个力量要动 这个时候随时啊 用方法 那随时就不见了 究竟要起什么念头 如果是好的念头 智慧的念头 跟一种不好的念头 以这个烦恼的念头啊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好的念头出来 以及烦恼的念头出来 自己是知道的 这其坏的念头 或者是不好的念头出现了 还没出现以前 他已经有一种预感 这个预知 这个不是神通 而是呢 就是心里边会产生一种预先的反应啊 好像风 这个要大风以前啊 挂大风以前有个什么征兆会出现 在我们的心里边 也是这样子 这个心要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 恶念头 不好恶念头的时候啊 这个已经有一种征兆会出现了啊 这就是一种感 也不能够 没办法说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嗯 如果能够预先知道了 会出现什么 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念头 那随时就用方法 给它平静下去 那我下边呢 我就要讲 心灵环保的用的这个方法了 是 当我们呢 在第一个层面呢 不欣赏了人家的优点 而是呢 挑剔 或者是啊 这个 看不顺眼 他人的缺点 这个年头一起 就告诉自己啊 我不慈悲 这个 我不慈悲 为什么我专门挑剔人家 人人都是凡夫 凡夫的就是说 人非圣贤 说能无故 我们为什么要求人家是个圣人 不需要这样子做 人家也是凡夫 人家能够 呃 这个 做点好事 我们也觉得很好 那做坏事 不是说应该 而是他没有办法 那 如何能够帮助他 这个 好事做得更多一点 这是我们呢 这是慈悲心 那么对于自己来讲 自己没有啊 做他自己的缺点 而是呈现自己的优点 自己觉得夸张自己 觉得蛮骄傲的 自己觉得我自己有多少多少优点 但是自己的缺点 自己这个 一方面可能呢 不愿意去面对他 一方面呢 知道了以后 还会啊 掩饰他 这个时候 或者自己为自己找一点借口 借口 他这个缺点越来越多的 他的缺点呢 是啊 越来越大的 那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事 那自己如果说是 呃 不知道自己的缺点的话 而是知道优点的话 这是应该告诉自己 我真的不知惭愧 我应该好好忏悔 用忏悔心 用忏悔心 来这个 尝尝啊 发现自己的缺点 呃 不是说肯定自己的缺点啊 这缺点应该保持下去 不是 有了忏悔心以后 缺点呢 会改善 那优点呢 你改善了缺点 这个本身就是优点啊 这缺点 只要少一份缺点 你的优点就会出现的 那师傅怎么办 我觉得我常常都要告诉自己说 我不慈悲 我不知惭愧 哦 对 就是这个告诉自己不是一定要告诉人的 对啊 可是师傅一讲了以后 我发现好像我都没做到 所以我好像会不会实时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 你实时都要讲 我不知慈悲 我不知惭愧 这个 是 这个很好 很好 你如果我不慈悲 那你就 你不慈悲并不是说 算了 反正我不慈悲了 不是这个样啊 我不慈悲 我应该要慈悲 是这样子的 那对你的孩子 对你的先生 对你的任何人 在你面前的话 如果你来挑剔师傅 我对师傅不恭敬 这是抱歉 你挑剔你的儿女 你就说 我说 你对你的儿女不慈悲 你挑剔你的先生 你说 你对你的先生也不慈悲 你会这样子想 那下面的就是对你的儿女 对你的先生 对师傅 你都会改换一种更好的一种态度 更宽大的一种心来对待他们 不是更好吗 那如果说自己是不知惭愧 不知惭愧 那就改进自己的这个夸张自己的缺点啊 夸张自己的优点这一部分要改进啊 那这个掩设自己或者是借机口来弹射自己的缺点啊 那会改进啊 是 这个就是人品的一个提升 所以一开始虽然常常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没有关系 慢慢这种机会会越来越少 是 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这个心灵环保 这是心灵环保目的是要提升我们的人品 人的品格会提升 人的品质也会提升 第二个层次 就是在发现自己的心念 这个里边有一些扎念妄想 而且呢 是恶念头 这个时候要提醒自己 所以自己的心是不清净的 自己的心不清净如何呢 怎么办呢 忏悔 我应该忏悔 这个念头不应该有 我应该忏悔 这个念头不应该有 那实时常常发现自己有这种念头的时候 养生这个习惯呢 你这种不好的念头也会渐渐渐渐渐渐的减少 越来越少以后 我们的心地就会变得清净 是 谢谢师父开示 阿弥陀佛 那从师父经念开始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 自己的心是不是够慈悲 自己是不是知道惭愧 自己的心是不是够清净 那逐渐的就可以提升自己的人品 提升自己的心理环保的层次 那也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